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老杨与小小,请您订阅、点赞和分享,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 都说好人有好报,而孝顺的子女终究也会得到好报。 只是有些好报,会来迟一步,但最终都不会错过每位好人和每位孝顺的子女。 五十岁的吕先生就对此深有感触。 十年前父亲因病去世,留下一个继母,原本继母是要回他亲生儿子那边养老的,结果却被无情抛弃,最后吕先生看不下去,接继母到家里养老。 但是给继母养老了十年,继母都没出过一分钱,吕先生心中有些不满,不过也没赶他走。 去年,继母因病去世,临终前交给他一封信,却让他恍然大悟,一家人痛哭流涕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下面就来听听吕先生家的感人故事。 吕先生自述 大家好,我今年五十岁。 我出生于双职工家庭,我父母过去都是某化工厂的职工。 父母只生了我一个儿子,但也不是他们就想生一个的,而是由于母亲生了我之后,一直身体不好,并且为了化工厂的岗位,月子做完没多久,就赶着回去上班。 就这样,身体一直没调养好,也一直怀不上二胎。 一直到我五岁,我母亲都没能怀上。 一直崇尚多子多孙的奶奶,就怪罪母亲无能,经常吵架和挤兑。 直到计划生育政策出来了,我母亲想生都没得生了,我奶奶更是恨我母亲,念念叨叨,直到奶奶走,都没对我母亲放下怨恨。 也许就是被奶奶怨恨了那么多年,母亲也因此自责,感觉都是自己的错,害得我们家只有一棵独苗。 虽然我父亲从来没有怪罪过母亲,但他心底也是有遗憾的,因为他一直想要个一儿一女。 母亲自责久了,人也变得精神失常,经常做一些让人不解的行为。 那时候还不知道抑郁这个病,父亲本身心中就有遗憾,看着母亲天天如此精神不正常,也渐渐克制不住去打骂母亲。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,母亲就彻底疯了,那时候才知道母亲得了抑郁症,已经严重到会自残,会失控,经常抱人家的小孩回家。 后来,话非常强制让我母亲下了岗,原本父亲打算在家把母亲锁起来的,但是母亲每天都在打闹,哀嚎,疯癫,而我又正在读高中。 所以,父亲迫于无奈就把母亲送去了精神病院,而母亲在里面待了没两年,就去世了。 当时有点叛逆的我,是很讨厌疯癫的母亲,但是知道母亲走了,我却莫名地伤感,感觉母亲这十八年以来都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。 父亲也没给母亲办葬礼,火化完就入葬了,然后他也没多么伤感,好像已经知道有这么一天一样。 入葬第二天,就很正常地去上班。 更荒唐的是,母亲走后第二年,父亲就带了一个女人回来,还是同个场的,父亲跟我说他们打算结婚,以后他就是我继母。 那时候的我,对父亲再婚的做法很反感,没给继母留面子,当场就跟父亲大吵一架。 因为母亲才走了两年不到,父亲就再婚了,还没经过我的同意,这让周围人怎么说我们? 父亲也不管我的态度如何,第二天拉着继母去村里登记,然后就去镇上打了结婚证。 第三天,更是叫了三桌亲戚朋友,简单办了酒席,当时轰动了十里八乡,家家都知道我父亲再婚,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没面子。 随后,我的高考没考好,我不想在家,就直接去当了兵。 当兵八年,中间我没回过一次家,二十七岁转业到县里工作后才回去。 我以为父亲和继母应该恨透了我,不认我这个儿子了,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,看见我回来,继母笑脸相迎,父亲也为我准备一大桌接封宴。 而且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,我发现我以前的东西,都没被父亲和继母丢掉,一切都还是原模原样,就连灰尘都没有。 看到这一幕幕,我真的倍感伤感,也觉得自己好像太不懂事了,生母没了,父亲再婚也情有可原,而且继母也没有太坏。 虽然继母对我很好,还有我从周围的邻里也听说了。 我继母如何持家,如何爱我父亲,但我心中还是有点扭不过去,一直没喊过他妈,都是叫阿姨。 父亲也没为难我,继母更是没在意,每次我叫她阿姨,她总是回得很亲切,直到我最喜欢吃红烧肉,每次我放假回来,都会给我整二斤红烧肉,家里吃一斤,然后还有一斤给我装好,叫我带到单位吃。 后来,继母的各种行为,也渐渐改变了我对她的态度。 我32岁结婚时,娶得外地媳妇,要在县城买房,彩礼又要一万,那时候的钱很值钱,父亲拿出了多年攒下的几万元,帮我在县城买了二居室。 然后继母竟然很慷慨地帮我出一万彩礼,当时我都很诧异,她竟然会帮我。 因为据我所知,她还有个儿子,比我小四岁,也准备谈婚似的,而她可以拿出这么多钱来支持我,这是让我想象不到的。 俗话说,不要白不要,当时我没有犹豫,接过她的钱,就说了声谢谢。 但我依旧没有喊她为妈。 我和妻子结婚办酒席那天,她装病没来。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真病了,后来父亲跟我说,是为了顾及我的面子,毕竟敬酒时,要喊各个长辈的称呼。 如果继母在场,我肯定叫不出妈,这个字。 所以,为了我也为了大家面子,最后继母就想到装病这一招。 再后来,我发现继母对我爸真的是照顾有加。 因为我爸在化工厂做了几十年,身体多少也不好,六十岁退休后,就不行了。 开始关节炎,后来又肺节节折磨着她,经常要往医院跑,还需要有人贴身伺候。 那会儿,正是我失业上升期,忙着工作和家庭,也没法时刻陪在身边,全得靠继母操持。 我的继母也对父亲不离不弃。 都说,再婚夫妻都是不长久的,而且还没有共同的孩子,能在一起到老的恐怕就是真爱。 所以,经过父亲几次住院,我发现继母真的很称职,人也很好。 后来,父亲病入膏肓,卧病在床时,我看着一把年纪,还在坚持伺候我父亲的继母,就感动地喊了一声妈。 那会儿继母激动地哭了,而我父亲即使被病魔缠身,憔悴得不行,但听到我改口喊了妈,也欣慰地笑了。 然而,这种幸福时刻,却没有维持多久,我改口后第二年,我父亲就去世了。 父亲百日后,继母为了不麻烦我,把我家里的钥匙和房子的房产证交给我后,就去了她的亲生儿子那边住。 我想过留她下来,但她却没给我机会说,直接撒谎说,她儿子那边需要她照顾,所以她要过去。 我也信以为真,就让她走了,而且我也没有送她,她自己坐了班车走的。 妻子知道后,也出于良心过不去吧,一直说我怎么那么冷漠。 妻母好歹也当了我二十来年的后妈,她不想跟我们,我好歹也要给她点钱,或者送她去她儿子家里吧。 我也愧疚,怎么就没想到这些。 后来我开始关心起妻母,逢年过节会电话过去,问她生活怎么样,但每次都听到电话那头,都有人吵架,叽叽歪歪的。 而妻母总说自己过得很好,叫我放心。 父亲走后第三年,按照习俗要举行一个比较热闹的祭祀仪式,需要妻母在场。 我就去妻母儿子家去接她,没有事先告知,原本就是想给她来个惊喜的。 然而,走到院子门口,却发现妻母被她儿子儿媳责骂。 我妻母在哭,她儿子还特别凶地骂她,嫁给那老头那么多年,一分钱都没捞着,如今还回到这个家干嘛,妻母被骂得很惨。 我看不下去,直接冲进去护着妻母,把他们骂了个遍。 最后,我把妻母接走了。 在车上,我一边安慰妻母,一边不解地询问她。 我爸去世后,多少都有留点钱给她,另外她自己也有不少私房钱,怎么还会被亲儿子嫌弃呢? 妻母也没说什么,就在那里一直哭,看着她那可怜又悲催的样子,我也不好继续问。 祭祀完父亲后,我也没让她回她儿子家,而是把她接到县城跟我生活。 而一生活就是十年,在这十年里,她除了每年会去她儿子家一两次以外,基本都在我家里,替我买菜做饭,接送孩子。 但是很奇怪的是,她这十年里,她对我家没出过一分钱。 我每个月都给她三千生活费,我粗略算过,是花不完的。 可妻母既不把剩余还给我,也不会用来贴补我们什么。 我前几年买车时,差个几万,我知道妻母肯定有这钱,但她却事不关己一样,也不主动拿钱给我。 我要她买点什么东西,超出生活费的范围了,我以为她自己会掏腰包解决,但她也没有,每次都拿票子跟我要报销。 妻子说给就给吧,反正也不多钱,但我却有点反感。 因为我把继母留在家里,给她养老,给她吃喝,把她当亲妈一样孝顺,怎么她可以做到一分钱都不出。 后来,久而久之,我心里就开始猜疑。 觉得继母肯定把自己的钱都给她儿子用了。 虽然心里这么想,但我还是没表现出来,毕竟我还需要她帮我买菜做饭,照顾我孩子呢。 直到继母去世,我才知道其中隐秘。 去年冬天,七十五岁的继母突然疼痛难忍,我把她送去了医院,结果一检查是癌症,还是中晚期。 我被吓一跳,赶紧打电话给她儿子,谁知她儿子来了,看了一眼后,就说这是我的事,他们母子俩早就没有关系了,要就也是我这个妓子就。 她儿子留下一千元,就走了,并再也没来过。 我很气愤,但也说不得什么,毕竟继母在我家已经二十多年了。 继母知道亲儿子这么无情,也知道自己重病在身,但她却没有表现得很伤心,还反过来开导我们,让不要为她的病操心了,并死活不想治疗了,要回到我父亲那个家,度过人生最后时光。 我也是拗不过她,而且医生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了,即使全力救治了,也活不久,有可能还会加速。 最后,我随了继母意愿,把她送回了我父亲家里,她回到这里,好像根本没有病痛折磨一样,跟我们有说有笑,我和妻子轮番陪了她两个多月吧,最终她还是急定恶化走了。 临终前,她交给我一封信,和一张定期存折。 看完那封信,我和妻子都恍然大悟地哭了。 原来当年父亲走后,留下十二万元,继母一直没动,尽管在她亲儿子家被骂没钱,要赶她走,她都没拿出来。 然后,在我家养老十年里,一分钱都不出,也是因为她把自己省下来的钱,一点点地存进这个卡里。 最后,总共存下三十万,而且都是给我的。 在信里看到继母这样交代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原来过去我一直错怪她了。 后来,我也没把钱全部拿来自用,花了一半的钱,给她办了葬礼,接着又把她和我亲生父母合葬在了一起,年年祭拜。 这就是吕先生的故事。 世上的人性格各异,父母疼爱子女的方式也各有不同。 吕先生的继母为吕先生付出,攒钱多年,直到继母去世后,吕先生才得知真相,才明白继母一直深爱着她和她的父亲。 我们不好去苛求一位这样善良的母亲的爱的方式,但我相信, 人人都会希望拥有一位这样爱自己的母亲,大家赞同吗? 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